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Greyson 你是不是经常有在我的影片里或者其他YouTuber的影片里看到有这样的时间轴 把影片分成了不同的段落 你是不是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大家如何添加YouTube影片的影片章节 并且在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 什么类型的影片适合添加影片的章节 并且这样做是否能够帮助到你的频道成长 如果你是第三号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吹燃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人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部影片它是没有添加影片章节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添加影片章节到这个影片里 首先我点击编辑影片 大家要记住 我们要把我们的影片时间轴放到影片的描述栏里 我们的时间轴只能放到影片的描述栏里 不能放到别的地方 不能放到标题里 也不能放到评论区里 因为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时间轴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复制下来 现在我就添加了我影片的时间轴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这部影片是否被分成了不同的章节 我们现在看到这部影片并没有添加章节功能 我们再来看看描述栏 在这里出现我们的时间轴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时间表 我们可以看到这功能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影片里面并没有分成多个段落呢 原因就是YouTube的章节功能必须要从0.00开始 例如我添加了这个0.00介绍 我们再点击保存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是否有分成不同的段落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被成功分成了不同的段落 观众可以很快的找到他们想要看的段落 同时在描述栏里面他也能够找到段落的信息 同时当观众点击这个段落内容时 在右边也会出现章节的功能 现在我来说一下章节功能的其他要求 首先你必须要保证你至少有三个章节 也就是说如果我只分成这两个章节是没有用的 同时你要保证每个章节至少有10秒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个章节和第二个章节之间少于10秒 例如这个只有8秒 这两个章节是没有办法用的 同时我们章节功能至少要两个字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填一个字 这个功能也是没有办法用的 在手机端上观众也能够使用章节的功能 快速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同时在描述栏里面也会显示出我们的章节信息 观众点击前面的时间轴就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信息 同时点击影片上的文美信息 也能够使用章节的功能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添加章节的作用 首先添加章节能够帮助观众快速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也能够快速的帮助观众了解你的影片的主要内容 所以这个功能适合于教程类的影片 又或者说你的影片里面有很多个重点 你可以利用影片的章节功能 把这几个重点区分开来 让观众快速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那么这会不会使得观众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之后就离开了影片 这会不会影响我影片的虚开率 我用影片的章节功能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我的影片的虚看率有所上涨 是的 观众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之后 也有可能会离开你的影片 但是由于你已经把你的影片内容分开好了 观众就会很快的了解你影片的主要内容 有哪几个重点 所以观众可能在一开始 只是想要找我们影片内容的一两点主要信息 但是当他们看到其他信息 他们也感兴趣的时候 他们就有可能从头开始观看 这也就提高了影片的虚看率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的影片没有添加影片章节 可能观众在观看你影片的前一两分钟 如果他们觉得无聊 就可能会离开你的影片 但是当你分好章节之后 可能你影片的前一两点主要内容 是他们已经知道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跳过这两点内容 直接从第三点主要内容开始观看 这样就会防止观众因为不感兴趣你开头的内容 而离开你的影片 从我提高影片的虚看率 以我的影片类型为例子 如果我教观众如何提高YouTube订阅人数 如果有些观众已经知道了我影片说的前三个方法 他们可以直接从第四个方法开始看 这就既保证了观众学到新的信息 同时也保证了我影片的虚看率 YouTube的添加影片章节功能 是今年夏天新推出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去看看这个功能是否能够帮助你提高影片的虚看率 还是降低了你影片的虚看率 如果你已经使用了这个功能 可以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 这个功能是否帮助到你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为我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关注我的IG 那里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